政府六年前提出的东冲线延线终于有时间表 顾目造价187亿元会增设两个新的车站 预计2023年动工,2029年完成 郑海文报导 住入东村的居民现在想坐港铁出市区 都要先踏乘巴士 踏38出去再坐地铁 当然不方便,又要多钱又要花时间 排宅长龙的,港时间就迫着行路 走路比巴士快,走三个字左右 入冬村的居民就是踏一辆38号巴士去东冲站 站头这里写着要大约5至6分钟一班车 居民就说等车连搭车大约15分钟 有了东冲西站就可以省时间 运防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交代项目造价和时间表 沿线将会有两个新车站 其中东冲西站距离东冲站1.3公里 在日东村附近会是新的终点站 汉防局预计10年后 这区的人口会增加2万多人 另一个新站是东冲东站 在东冲站至殷澳站之间 两个站都位处东冲新市镇发展区 其中在东冲东的田海区 按规划会有12万多人居住 预计首批居民2024年初开始入伙 政府预计项目造价187亿 2023年动工2029年完成 以邀请港铁公司详细规划和设计 并就财务安排进行谈判 有线电视记者郑海文报道 一首掌握有线新闻